客户禁电 报修发动机故障能量 读取发动机故障码 报百叶窗故障 老铁懵逼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 今天趁着机会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奥迪百叶窗故障的功能以及维修 为了满足发动机的温度管理 以及改善空气动力学的性能 奥迪在多款摄影上面采用了可控式散热器百叶霜 它安装在进气格栅后边 主要由驱动电机v544和叶片组成 当热射状态下 发动机温度低于75度时 百叶窗处于关闭 这样有利于发动机缩短暖机时间 那么当我们打开空调或者热射状态下 发动机会通过另总线来控制v544电机 驱动打开百叶窗 此外 根据温度以及车速的不同 百叶窗呢 打开 不同的位置 最大程度减少行事阻力 从而降低咱们油耗 学习的老年 记得点赞加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